尔湾的华人抢龙下超市排大长队 这个东西得便宜到什么程度啊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13号 这里是尔湾 新开了一家超市 结果呢 从早晨开始就排了这么长的队 好久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了 这种时候呢 一定得进来看一看 你看这个新西兰的这个猕猴桃 4块9毛9这一大盒 还有这个哈米瓜 7毛9一磅 一磅相当于咱们的酒量 还有这个荔枝 2块9毛9 确实是够便宜的 基本上呢 就是半价了 再往下看一看 有没有更离谱的 这个山竹 在国内挺便宜的 但是在这边呢 一直都挺贵 今天呢 8块9毛9 也算是还不错 还有这个是什么 黄色的火龙果 2块9毛9 这个鳄梨 就牛油果 4毛9一个 以前都是1块钱 还有这个萝卜 1毛9 1磅 这个萝卜不算离谱的 咱们看一下这西瓜 西瓜呢 2块9毛9一个 但是呢 这个每个人只能买两个 它原来是7块9毛9的 然后人最多的就是这边卖海鲜的了 今天有这个帝王蟹腿 还有阿根廷的红虾 还有海螺啊 什么之类的 基本上都是半价了 我在这一边逛着呢 一边有源源不断的人 还在往里涌进来 我看这边好像也没有买很多的 基本上就是够吃就行了 你看这个大鱿鱼 2块9毛9 这种鱿鱼呢 买一个大的回去烧烤 接下来呢 就是龙虾的地盘了 这个龙虾呢 拿了一大堆出来 一个个都半死不活的 但是基本上只有腿还在动 证明还是活的 6块9毛9一磅 这个龙虾我今天买了5只 这边的贝勒就算了 你看这个它不停的往外拿呢 非常的充足 另外呢 这还珊瑚虾 34块9毛9 这个也是满受欢迎的 这些呢 就是我今天海鲜这块的战利品 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够吃个两三顿了 另外呢 我还买了些水果什么的 排队的这个地方呢 人也不是很多 还挺有秩序的 在耳湾的呢 这两天可以来看一下